大家好,我是主播小蜜,正往开始之前麻烦点赞观众,您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,谢谢大家。 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,为了控制住新冠肺炎在美国的蔓延,将对疫情最严重的纽约州、新泽西州、康涅迪格州采取强制隔离措施。 这意味着美国类似武汉的封城到了,特朗普之所以这样干,那是因为他无所不知,没有谁比他更了解新冠病毒,他说他不去当医生太可惜了,而当总统太浪费了。 其实特朗普所谓的强制隔离就是学习中国的经验,毕竟现在美国的新冠肺炎疫情实在太严重了,目前美国确诊的新冠肺炎病例已经达到了14万例,而且还在高速增长的过程之中,高峰还远远没有到来,这还只是部分数据,实际上美国大量的新冠病毒携带者都没有统计。 我们再说回中国,随着中国疫情逐渐好转,欧美却已在过去两周里全面沦陷新冠疫情,两相对比,中国人强力的民族优越感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涨。 谁都会觉得只有中国取得了最大的胜利,真牛气,大众表现的方式也十分简单,对他国的评价普遍是连抄作业都不会,看热闹的心情一元表。 其实,中国的疫情目前仍然是全世界最严重的国家之一,而且现在的好转是付出了全国停摆至今这一极大代价的结果。 伤疤刚结扎,疼痛则有所缓解,转身就把之前的艰辛和心血忘得精光,还掩饰不住的优越。 这份阻挡不及的自信感,究竟从何而来?远的不说,我们的亚洲近邻,韩国和日本并没有抄门的作业,却在近期控制住了疫情,不由令人惊奇。 我们不妨一起来看看,不封城的韩国和日本究竟靠什么控制住了疫情? 1.韩国 不封城不停工如何控制疫情?截止到30日零时,韩国新增确诊病例78例,累计确诊9661例。 此前韩国单日新增确诊病例连续多天,不超100例。 韩国不封城不停工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,疫情却能明显幻泛,怎么做到的? 我们先来看一下韩国疫情发展的三个阶段,第一阶段,1月19日至2月17日,韩国病例只缓慢增长了30例,第二阶段,2月17日至3月6日,韩国第31例确诊患者成为超级传播者,引发多米诺效应,确诊病例快速飙升至6284例。 第三阶段,3月6日至今,韩国新增病例连日减少,新增病例数已恢复到疫情大规模爆发初期水平。 韩国之所以能较快地遏制住疫情的蔓延和韩国政府采取的应对机制,分不开干系。 在疫情爆发之初,韩国总统文在寅第一时间下令管控医疗物资,如禁止口罩、护目镜、防护服等物资出口,首先解决内需。 与此同时,韩国政府决定对大丘市和庆上北道采取最大程度封锁,不过所谓的封锁措施也仅是为了尽快找到并隔离接触病例的人员,阻断疫情的扩散及社区传播,而非禁止交通出入,并非武汉市封城。 韩国的防疫重点就是尽量普遍测试,找出社会中的感染者,然后及时入院治疗。 从新冠肺炎大流行以来,韩国是世界上首个采取得来素方式进行检测的国家,怀疑自己被感染的,科区这种设在路上的检测所只需要10分钟免费检测。 48小时后,在手机APP上可以确认结果,这也是避免交叉感染和医疗挤兑的最好方式。 截止到18日零时,韩国的新冠肺炎核酸检测次数已累计30万次,而且,韩国一开始就每天公开透明疫情动态。 因为韩国确诊病例70%以上为集体性传播,所以这种集体性检测,所以掌握大部分疫情信息。 鉴于德莱苏方式的高效性,全球其他国家也看好这种方式。 特朗普也表示,引进相关方法,英国、德国、澳大利亚、丹麦等国家已经引进了相关方式,并已投入使用。 中国的防抗方式目前看来确实有效,但是这不代表国外也完全按部就班的招筹作业。 国情不同,体制不同,大多数国家无法付出封城加停工这么大的代价,韩国没有封城,也没有停工停产,人们一般也不戴口罩,生活基本照旧。 在疫情爆发的近一个月内,逐步地控制住了疫情。 接下来,中国需要抗疫和复工两条腿一起走路,所以或许韩国的经验有不少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。 2.日本 英国的疫情,自称体系,如果说韩国的表现实属优等生意烈,那日本就显然是学霸级别了。 日本国内疫情的爆发还是由于钻石公主号的突然造访,因为大邮轮完美地诠释了什么是病毒传播的最佳方式。 蜜蜂,人员聚集,人员感染,群体危险,现在确诊过千患者中,一大部分来源于此,本土来说只有小几百亿的患者。 这对总人口1.27亿的日本来说,放在其他国家是难以想象的成绩。 在钻石公主号所带来的全球瞩目下,日本人到底用了什么办法? 在没有不计一切代价的情况下,有效控制了疫情。 一开始,最直接的表现是,安倍及日本政府一直表现轻松,没有让民众陷入恐慌,而是谨励地服务民心,更没有因此采取过度的措施。 但是,在防止聚集性交叉感染方面出手十分速度,早在2月份,就要求停止举办大型活动了,同时大面积铺排新冠肺炎的防护知识。 无论是上了年纪的老大爷还是小学生,也能很清晰地说出,肺炎的病症,积作防护方式,疫情办法出席,就成立一个医疗权威专家组,安倍把所有的决策权都交给对方。 实施非专业人士就不要干专业人士的事,他只向公众传递,想要活命,就要听医生专家的话。 专业人士会帮助我们脱离病毛。 中国的防控也有一定的成绩,但是付出的代价极为重大。 在全国各地逐步清零的数据下,勒领所有的防护人员强制隔离14天。 这种宁可错杀一千,也不放过一个的方法,更多是基于行政层面的考虑。 当然,你这也跟中国具体情况有关,日本做不到封城隔离,他们就乱找科学的防疫方法,遵循专家的指导意见。 普通人如果不舒服了,可以根据指示,决定是先咨询医生或者到亲自的医院求助。 最让人觉得可贵的是,日本始终没有叫停经济活动,诸如银座。 Ground Front等商业购物中心一直在营业提供正常服务。 在疫情面前,政府只是呼吁大家不聚集,要民众依靠自身的自律素质来防范感染。 这一体现出,日本是一个具有高度自治能力的成熟社会,从根本来看,让一座城市停摆,本身并不可持续和操作。 即便是短期实行,也会经济带来巨大损失,让社会和民众承受莫须有的压力。 这些也会让政府付出隐形的政治代价,封城可算得上是成本最高的防疫方式了。 在这场疫情的大考中,客观提示各国政府如何应对疫情,主观提示疫情之下如何尽快振兴经济。 早日走出这场灾难的泥潭,现在看来,主观提部分目前得分最高的当属日本,而客观提方面也不算差践。 为了缓解日本的经济下行,日本政府2月中旬就启动第一轮紧急应对措施, 即与中国小企业以资金扶持,即支援供应链受损企业同时加大疫苗的研发和投入等等。 3月10日,日本第二轮紧急应对措施出台,对于孩子和家长, 凡因为疫情孩子休学在家造成停滑的家长, 每日每天最高补贴8330日元,约合人民币553元。 直至开学为止,即便是自由职业者,也可享用每天4100日元,约合人民币272元的定额补贴, 并要求学校退还孩子停课期间的餐费由政府补贴, 对于个人和家庭,为困难家庭提供10至20万小个人贷款。 对于疫情,为托儿所和护理机构提供2000万个口罩, 鼓励民间引进设施,让病毒检测一天最高可检测7000个样本。 对于中小企业,为中小企业的资金周转提供1.6万亿日元的金融支持, 同时设立5000亿日元的无锡无担保贷款,大灾弹之下, 一个政府能做的,日本都能做了。 对于经过艰苦努力,终于有效控制疫情的我们来说, 应当尊重日本的防疫策略,我们没有资格嘲笑日本人。 有读到见解的朋友,请下方留言,我们下期再见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